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今天把院子里这些草给清理掉 咱们每天抽点空 院子里的草 这没办法打药知道吗 一打药把花打死了 就得往下打草 我深深的相信 开始让人舒服的一定是圆 后来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人品 与人相处始于颜值 忠于才华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忠于人品 生活不全是利益 更多的是相互成就 彼此温暖 这世界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 都是你累积的善行 记住 你的人品就是你最好的运气 先把这个新鲜的嫩草 我们给我家有个东西 让他姐姐掺掺 来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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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咱们吃点简单的 这个锅是我前一段时间买的 我感觉蛮好用的 你看个头小 三层 可以生很多东西 放入冰箱 凉 最近爱上吃粗粮了 咱们就看这里边的馅料 天呐 一掰开之后香气就飘过来了 嗯,真的香,喜欢吃粗粮的,这个是福音 再试一下这个大黄米 噢,大湿了 天呐,哎呀呀呀 嗯 它真的在吃哦 我的天呐,我家猫咪吃粗粮了 我是第一次看到,之前的不吃的 它真的在吃 今晚尿得吃粗粮的 是,是,都是鸡蛋 一股肉 今天已经来到鸡蛋 都是最好的,正好 最好的是,这一股肉 在我面前,吃粗粮的 它是变变的 其实不ersEL 我能留得这么多 我只是吃粗粮的